好了,新一集的曼聯樂雨露又來了 最近是我們陣中的年輕前鋒,新星格連莫特 上季表現非常出眾,很吸精 入選國家隊,在作合冰島的一場歐國聯賽事後備上陣 終於拿到人生之中第一頂劇舞,很壞不壞 賽喉突然傳出被逐出隊的消息 和鄰居曼城的另一位天才新星科頓被逐出隊 為什麼呢?原來說這對曼史雙雄完場後 踢完球後,有什麼酒店有了幾名 現在越傳越多,不知道最後幾名的冰島女郎上訪 上訪做什麼就自己想了 本來不會捉飛行李 但是違反了限聚令,因為還是疫情期間 亦傳到有什麼買通酒店的工作人員 讓他們上訪 現在又傳到收夫機踢鬥,捉姦在床等等 很多不同的傳言 但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被收夫機踢了出隊 這段消息之後,日前亦傳出《一家人活特》 因為被人拍到是吸取笑氣 在外國很流行吸取笑氣 舒緩一下你的神經 某程度上,有些人說是跟剔東西有少少的關係 這就不詳細說了 但是一連串,這些所謂的醜聞 或者一些不好的新聞 隔年活特,這一個年輕人 今年也是十多二十歲 當然,突然之間成名自然 就會有些悲悲然 人之常情,明白的 不應該鼓勵,但是會理解到這個情況 自然他的私生活,突然之間名成利咒之後 好像很聲色血馬的生活 自然一時把持不住 也都理解到的 當然當然希望這位年輕人 他有的潛質,有的天分 當然好好珍惜他的前途 其實呢 男人呢 叫年輕人出去玩,沒關係 有哪個年輕人不出去玩呢 不玩的也不是年輕人 叫女上房這些 男人不顏色 也不叫男人 所以顏色不要緊的 但是麻煩你醒目一點點 在這些環境之下,忍一忍 不要玩 限聚令,是不是只飛去冰島 一定要玩呢 是吧 返到自己家裡玩不行的 所以這件事也是搶不下的 所以收夫基這件事是做得好的 作為一個國家隊的主帥 要首先幾率先 任你幾好球都好 你科頓 你加聯姆德幾有天分 對球隊的未來都好 你不守紀律的話 就要踢出隊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非常合情合理的做法 加聯姆德其實 你現在的位置 是不是真的這麼穩固呢 球隊現在就經常傳 就說要買右翼回來的 你的定位暫時來說 都不是你的正前鋒位置 都是偏右右翼的位置 如果真的買了新組回來 你的位置也不是很穩固 買不到新組右 有些什麼杜格拉斯哥斯達 等等這些球員 需要配裂石 就是扮演那個 就算他們來了 誰來了都好 其實你的位置也不是很穩固 要玩不是問題 我們經常說 落了場 放鬆一下 幫忙輕鬆一下 OK 沒問題 特別還有年輕人 但是 適可而止 玩得聰明一點 用腦 踢球用腦去玩 更加要用腦 OK? 然後在做功那裡 突然很享受 好 不是 比特的 在做功縮 不用了 習院 來